我要介绍最后一个主题了 当然最后这个主题一定就是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哦 因为本来这份文件 本来假设我们先来看一份清单 就是我假设我这边我有几个人呢 12345678910个人 好这十个人他分别要把这个人适当的位置 放什么编号姓名部门职称 那以前做法真的复制贴上复制贴上 好如果他不会合并列印 他能不能把能不能把这里面相关的资料 然后去放到这张薪资表里面 可不可以放到这张薪资表里面 那他的做法 他是不是就变成用复制贴上 然后去完成这份工作 可是如果说他会合并列印的话 我相信他只要放一次 他还是要放一次嘛 他就可以快速的去完成合并列印的工作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怎么做这件事 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请记住 Word的档案要打开 但是清单档案是不可以打开的 那个Excel档案一定要关掉 所以请把这个Excel档案关掉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首先怎么做合并列印呢 合并列印跑到邮件这个地方了 那接下来在邮件底下 邮件底下我们首先我们要点这个启动合并列印 可是你这边要选择看是哪一种 像我们这一种应该是属于信件内容 信件内容 所以我们就点信件 就算你不点都无所谓 因为他预设是Word文件 好所以假设我们现在点信件 或点一般Word文件都可以 那我们接下来点选这个选取收件者 就是刚刚那个Excel档案把它附加进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选取收件者 使用现有清单 使用现有清单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档案是存在的 我就直接点使用现有清单 我放在下载里面的 这个Excel档案 合并列印的资料档 然后点选开启 然后确定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把相关的栏位 放到适当表格的位置 举例来说 这边我们做完了嘛 我们就要插入合并栏位 第一个 员工编号我就插入编号 员工姓名我就插入姓名 部门我就插入部门 职称插入职称 然后接下来底薪 底薪我们就插入底薪 所得税就插入所得税 在这里 在这里 然后加班津贴插入 加班津贴 请价扣薪插入 请价扣薪 全勤奖金 全勤奖金 因领金额 因领金额 实领金额要放在圆的前面 金钱浮夸的后面 插入实领金额 好我们是不是把相关的那个栏位都插入到这个表格的适当位置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去针对这些格式调整 都应该在这边去完成 绝对来说我会觉得这个姓名 扒放大一点点 所以常用底下把字变大一点点 它快速键是什么还记得吗 要切换到音速哦 然后 Ctrl吧 Ctrl Shift 跟大鱼 对 好 那我这边我稍微把它字格式稍微放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 回到这个邮件这边 我就可以去预览这个结果 不过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就直接 去做完成与合并 然后编辑个别文件 这边有没有看到列印文件 还有传送电子邮件 列印就是把它印出来 可是通常传送电子邮件 也值得我们稍微去了解一下 它就会把这一个这一列 这一列就是那个资料里面 其中有一栏一定是电子邮件 它只会把这样子一个表格内容 寄给那一个相关的人 它不会记错 好 那我们现在先编辑 因为我没有电子邮件 所以我就直接编辑个别文件 然后直接点全部 你看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 只要稍微等一下下 已经做完了 已经做完了 这是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所有相关资料 是不是都在这边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第五个人 第六个人 好 一直到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是一张空白 为什么 你们要知道 因为在那个 有些人做表格的时候 最后一格 它会照样化线 但是里面没有资料 或者是可能它多 在那里面 按到 enter键 之类的 好 可是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十个人资料 是不是就快速做完了 然后你剩下就是把这样一份文件列印出来 然后每一个人一张 然后放在他的信封袋 至少也都是要用 就是你只会看到那个电子档 就是刚刚我讲邮件底下合并 这份是结果文件 所以就这一份文件 它这边是传送电子邮件讯息 然后这个收件者一定就是相关的 那里面会有一个栏位叫电子邮件 然后接下来这边阻止你至少要打 例如说就是出现什么 2018年9月 我们学校是这样编 它就是这样子然后寄给大家 然后还有韩密码什么之类 那就不是在我们课堂上 要来跟各位讨论的 好 那这就是合并列印 它的很棒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不用再做什么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完成 这样一份合并列印的工作 好